兩名火鍋店店員 突然扭打成一團 其中一個人 還勒住對方的脖子不放 讓店內用餐的過客 整個傻眼 好了啦 帶出去啦 帶出去外面啦 帶出去外面就好了 帶出去外面好不好 儘管一旁有人勸架 客人也看不下去 叫他們離開現場 但兩名店員似乎打紅了眼 完全不理會旁人的眼光 好啦 出去外面啦 從櫃檯裡面先摔東西 客人在用餐旁邊的桌子 還拿起來舉高要砸對方 這起打架事件 就發生在台中地區一間火鍋店 當時店內的顧客看不下去 拿起手機拍攝要求報警 但火鍋店業者卻是低調 不願多說 以前打到我桌子旁邊來 那個又熱又燙 又有酒精膏很危險 我錄影的時候才跟他們講說 帶出去 帶出去 發生這個事件 是晚班的公路車 對 他說我們現在 我們那些已經在處理了 火鍋店兩名公讀生 不知道發生什麼衝突 打成一團 好在沒有打翻客人桌上的酒精膏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不滿業者消極態度 現在顧客也打算向消保官投訴 希望業者能夠正視客人的消費權益 記者陳廣睿 台中報導 我認識你 這麼說 你 你 你 我認識你 谢谢大家